他讲白点,其实习近平的现代版, 即是现在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思想, 即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果在外交层面上看, 又或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看, 其实他讲得更多,他比较强调有两点, 第一点是中国要跟世界一度的国家, 即是跟有聊的国家或战略合作伙伴国家, 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有福同享有和同当, 第二点是他在强调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某程度underline就是背后理念, 中国国家已崛起,民族亦开始复兴, 民族复兴与国家崛起, 中国已成为国际多边主义的其中一边, 而这边亦很复杂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即是全部人类命运希望一起有一个好政策, 去發展令大家一起享受自己地球上的好生活, 这是中国基本上的国策, 所以简单说,如果中国突然变锁国, 其实无何蛛丝马迹看到, 当然如果你说在疫情方面, 它有些措施开始限制人员交流, 而导致它希望做到清零, 这是另一个看法, 即是国际关係和中国外交政策可以这样说, 基本上绝对不是用所谓形式, 它反而在找自己朋友, 谈得来的朋友, 希望跟朋友一起成为世界多边主义的其中一边, 同一时间构建大家命运共同体, 即是大家有福同享有和共同同当, 同一时间另一方面看, 但在疫情方面它不是那麽宽松, 疫情是说中国是因为现在被美国讲成需要对疫情爆發负责的地方, 甚至美国的手指指向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因为这件事所以中国更加需要有策略地应对美国跟着来的攻势, 或者有可能出现的攻势, 这个攻势包括了它如果当它指向武汉时, 中国就更加告诉世界, 是纵使在武汉或湖北才爆發, 第一它不会认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爆發出来, 第二它会告诉大家我可能都是受害者, 可能我在九月武汉举办的国际国人运动会被传播, 但中国在健康政策或卫生政策上或卫生行政方面处理得很好, 不单止虽然爆發得很剧烈, 但当它一知道时已按得住, 而且长期二十个月来一直保持非常低的感染率, 纵使现在有些case, 但如果讲感染率在世界上很低, 所以在中国大陆看下去, 张文雲所讲的有关病毒共存这个论文, 即刻被官方或喉舌打成说它是反动派, 亦说它是汉奸, 即是说中国大陆很着重国际对中国大陆, 北京尤其是对疫情管理, 对疫情抗疫工作的成效很重视, 这亦应对美国可能在抗疫方面或疫情方面打中国一拳, 中国现在准备另一些党战牌或准备盾, 即是说我其实是受害者之余, 我还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疫情, 我又做了一个好责任, 它是尽责的大国典范, 但将对来说它可能会说美国转头或说欧洲转头, 因为他们的态慢, 因为它戴口罩或对个人卫生防备, 或个人社交距离政策不足, 而导致他们自己的国家爆發, 所以某程度上他们国家出现的疫情, 其实都不关任何人事, 而是他自己管理不善而导致, 这一个是两件事体, 一个是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係政策, 很明显仍然是多边主要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仍然是国际合作一起迎接将来的一天, 而在抗疫方面它更加会收紧, 原因是因为它一定告诉人, 它在抗疫方面做得很好的典范, 因为这样所以张文云那篇文章有关 与疫情共存这个文章被打得很紧要, 这看来是两件事, 即是说现在是半所觉, 实际上是说无紧急事务的人不准交流, 出发好来都好,出入都不准, 这反某程度上是希望做到清零, 希望令中国100%受保护, 也告诉世界典范是我是典范, 我可以控制疫情,而你不可以, 这反而是对着美国可能出现的招数 的一个防御性措施, 同是本身对外关係或国际关係 厚些不太拉上关係。 这就是国内很多时在政策上的权威性, 它亦觉得这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法, 即是说如果它的官员在执政上, 在行政上出现一些过失, 那中国是一定会追究的, 是不会不追究的, 一定会追究责任, 追究它的行政站和政治站, 所以无论在今次疫情上, 你见到不单止在广东, 其实在江苏省, 甚至乎在其他包括一些爆发厉害的城市, 你见到当地卫健委的官员都受到问责, 这反而看到中国在中央的权威性, 它不会纯粹交了个棒给地方, 由地方去处理, 它在重要地方处得好, 如果处理不好, 基本上那个地方的相关官员 或主事官员就会论责任被追究, 而另一方面, 周生港亦是情况亦见到, 一宗案件就立刻不理三四一, 周生港是中国一个出口重要港口, 说封就封, 这可看到在北京的权威性很强, 如果北京权威性压到地方时, 当地方发觉如果件事一法不可收拾, 不要说一法不可收拾, 只要一个案件, 将它蔓延成为二十多个案件都好, 可能主事官员包括他的上级, 由卫健委到市长或省委这些监察角色, 都可能会问责, 所以亦令地方官员不敢怠慢, 凌莽无众, 在抗疫工作上它一定做得加零一, 看来它看成等同国安重要的一个政策, 跟其他外交关係这些政策不可同意语。 每一个市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几百个市都出现每人一百个案件, 中国一天就有几万个案件, 这也不是难的事, 一按住传开很严重, 所以必须高压地按住疫情, 而另一方面为何不可拥有那麽多案件, 相对中国人口来说那百分比仍然是小, 你发觉到六万个案件一天, 中国如果有五万个案件是否很多呢, 中国十几亿人十四亿人, 而法国只有六千百万人, 这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比例, 但对中国来说, 它更要让世界人去接受和说服全世界, 在抗疫工作中国做得比其他国家好优胜, 去避免美国在接近病毒溯源方面 去中国进行攻击, 这可能是一个大牌, 在病毒溯源这一个战斗或博弈上, 中国是不能输的, 因为一输就会引起索偿, 引起非常大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 所以对比现在一些少少经济的损失, 或经济利益的损失, 可以这样说是蚊比和牛比, 所以很明显凡是有关病毒的抗疫, 包括清零工作, 中国大陆很明显一定非常严谨严肃地应对。